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せん ベトゥーフェクション ジェーシー レツ ブヨ キャンディメイクション ジェーシー レツ レツハのビトゥーブェクション ジェーシー フフィトゥーバー 有什麼感覺 就是那種 我知道我其實知道VTuber 喔真的嗎 就是那種虛擬角色啦 他其實有點像虛擬角色 原來我們之前公司叫他拍VTuber公司 什麼東西 你可以去買一個VP 什麼是VP 如果你有看那個VTuber的那個直播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他們 要嘛就是一個大大的畫面 然後旁邊就有一個小小的人籠 就像你做的這樣子 但是他是 他是2D不是3D 像昨天現在3D 然後我們看來就是2D的 我有2D的時候 什麼時候 因為我們有P公司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剛才不是那個 冠哥 他來討論就是在大阪P公司的事情 所以什麼是VTuber 2D偶像 因為VTuber他們其實是 雖然是有那個P 但他們是有所謂的中資人 什麼是中資人 哪他東西 中資人 中資人就是什麼 中資人就是他其實是一個真實的人 然後去演繹一個P的那個人設 那個角色這樣 跟初音不太一樣 你好喜歡這些VTuber 看你演唱都有關耶 VTuber握手揮還去我就嚇一跳 那個很讚啊 站在哪裡 我剛剛沒有演唱好不好 追啊 我只是不知道站在哪裡 你們就是 你提問是吧 提問是吧 那個好在哪裡 那個也不是握手揮 但是其實就是他們會有 現場會有那個 就是我喜歡的那個偶像的那個立牌 我跟李劍 就可以跟他一起合照 然後呢 就是 就是他有一個很大300寸的螢幕 有點像是跟觀眾說一道 直播就對了 對直播 還有多少錢 我花了快兩千塊吧 還好啊 還好嗎 就是貴而已 但是買了 我覺得也蠻值得的 你不用買小孩的一本 你用那些差 對啦 然後呢VTuber VTuber 所以VTuber是什麼 VTuber他其實就是 有點像是類偶像吧 我不知道賺 從那個賺錢 其實我不知道 從那個商業模式來的 你懂嗎 VTuber的那種商業模式的話 像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小周邊 如果是同好的話 應該就知道這位是誰啦 我知道 我那天跟你去阿里美特啊 然後你就說 這個娃娃我好想要 然後想說 好啊好啊 就你小東西要多少錢 你說980的時候 我就說 喔好喔 那個是比較大隻的 那以為都大隻就這樣而已啊 再大一點啊 15公分 這個是10公分 不是一樣 他怎麼有尺寸 有尺寸啊 怎麼怪 他跟剛剛一樣有尺寸 剛剛他是 對啦 是有尺寸沒錯啦 但是最主要是他們 就是有一系列這種 小小的POPPING 所以VTuber靠什麼專程 我覺得他們就是 第一就是先看他們的那個 直播的流量嘛 我覺得那個 然後那邊要自己貼著嗎 然後斗內嘛 然後再來就是像這種周邊 可惜今天我沒有帶周邊 不然也想要再去 走天開啊 你今天只是介紹一下 VTuber系列第一集 到底什麼是VTuber 我想還是搞不懂 沒有啊 我覺得他是有趣的 就是有點像動漫的 我還可以聊 他就是其實會有 各式各樣的品牌 各式各樣的角色 人設 然後那個中資人 看他的個性 他們的公司的分法是 日本跟國外就這樣 所以他們只要是講英文 英語系列都是教一個人 我們還是 彩虹色 彩虹色 我彩虹色 那個是真的很多人喜歡 而且我覺得他很漂亮 只是我不太懂那個樂趣在哪裡 我覺得有趣 就是他其實跟 我會覺得他其實跟 3D直播主會很像 3D是3D 但是我看是2D 但是他們正經 大家都要正經 因為我本身沒有對2D 很疑戀這種事情 我知道因為我沒有對2D很疑戀 他要教2D女友 不要賞女友 但我這首位跟競爭對手 也是挺好的 好啦也是 他跟保持血 他會去弄那個痛車 然後他每次 跟你講我追究貼了一個 然後花好多錢 在日本買回來的車 那痛車呢 嗯 我不知道 可是我可以理解他很開心 就像我也可以理解1D直播的感覺 那都不一樣 所以他有1N他們講英文 就講英文的 然後也有就是講日文的 然後大部分的話1N就是 1N主的導演講英文 但是有些1N的人 他是會講日文的 我知道就是馬來西亞的同學 如果你有在看 請記住 我現在就在講你 有一個同學就 直接打反應 也沒有打反應 十幾點 十點頭 玩到十點頭 然後他貼了一個樂團 對 老師你有聽過這個嗎 我就說 我也是一個老師 我說我只是會教日文 我會講日文 但是這種東西 我不是很熟 他說 不可思 老師這樣也沒聽過 那樂團 就到最後是 什麼膽小英雄還是什麼 其實 蛤 他就是唱那個新海城主題曲 就是 什麼天氣之子也他唱的啦 那個 你的名字也他唱的啦 啊你不是都看過 我只是看我沒有在研究樂團 所以他們還是有分 公司不一樣 就會有趣度不一樣 就是 他們招募的條件 我稍不一樣 所以HTuber 其實他好像VTuber的時間還蠻可怕的 為什麼 因為訂閱人數很多 他就是跟真人一樣 很多人都看 可是我都很在看嘛 有啊 其實還蠻多人看的 就把它當作是一個電視節目 對啊 他就是跟那個 種子人的主持功力有關 對 其實 然後所以就有這一些部分 對啊 所以 台灣目前好像也是有VTuber的功能 有 但其實大部分 台灣的話 好像都是走遊戲向的 像 像彩虹色跟Hololive 他們可能活動會比較多一點點 嗯 就是有演唱會啦 然後也有就是一般的那種紮探啦 那也有比賽的啦 他們之前還要打 他有做什麼打劍王 什麼叫打劍王 就是鍵盤打字比賽 那那個什麼 在賣 講不起來 連方投啦 連方 對對對 然後直播洗澡 我想說 你知道這個D怎麼洗澡 HOW HOW 不要這樣 對我的男生衝擊太大了 沒有啊 他就是會給你有 你會聽到他洗澡的聲音 喔 很好啦 然後會告訴你說 他的衝的感覺是怎麼樣 啊沒有畫面嘛 有畫面啊 但是不是真實3D的畫面啊 他們就是 你會看到那個皮 然後他就是 因為他們是會捕捉 那個人的那個神情嘛 所以就是你會看到他就 所以他要在那個打設備 在那邊洗澡 我也蠻好奇他怎麼用的啦 就是 所以就是有各式各樣 好啦 我們終於有一個新的系列 叫什麼系列 VTuber系列 對 因為本公司 肯定要來開VTuber的公司 雖然我們開它 也不知道幹什麼 我們也轉型變VTuber算了 我們之前有打算 用VTuber的方式來播啊 結果就沒有啊 那後製太久了 隨便聊兩句就可以了 喔也是啦 沒有想過要做 但是如果人手不足啊 你們又要做文件 又要要諮詢 還要回答學生問題 事情也像現在打工 怎麼報備 其實不怕事情很容易 也是啦 所以我們今天到10點多 11點回家 好可憐 你還要我做VTuber 幹嘛 是不是不想我回家了 哈哈 我們要住在這裡 對啦 我們都要有新系列 給自己掌上一個 太棒了 我們自己這邊 作詞作曲 繪詞什麼都有 所以為什麼我們 事務所這邊 特別會用二次元的音樂 是真不春流本來就在玩這歌 喔 就像盛情成人講的 成人動漫展都很想參加 但是我覺得VTuber 是唯一一個覺得 意想不到的事情 因為他實在太神奇了 就是神奇到我不能理解 但我只知道這個東西 有人能做 即便我要拍VTuber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 很該怎麼做 但我知道他是 很多人喜歡 因為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就是有一點像是 你原本只能對著一個惡敵人物 或他的動漫 或是什麼 你覺得 他 他是個平面 嗯 VTuber很好的就滿足這塊控制 就是會跟你就對談這樣子 對 就整個互動性就變很高 所以我就覺得 他真是一個神奇吧 好啦 每次結束都要跟大家說的 請同學訂閱按讚 下鈴鐺 你看他有穿音符 你看我把他穿 你不要太亂 你不要亂說 最後要跟大家說什麼 拜拜 拜拜